大殿下代人赤诚 是下官的荣幸 也是天下的福祉 秦宏 牧主是 怎么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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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过秦宏殿下 大殿下 想挡住一尊大夫 只能请另一尊大夫了 大殿下 您的腿伤怎么样了 好多了 多些关系 牧主室的医术真是高明 你为什么躲我 下 下官 没有躲啊 对啊 黄叔 他没有躲 对了 本宫呢 找牧主是有点事情 是 太后让父皇撤去了你的奖学之职 陛下知道 下官一直在忙接待使团之事 体恤下官 这才免具这份劳累的 沈主是 本王有要事跟你商议 所以本王来一趟 大殿下 下官先告退 你不必总为他人着想 也不必总为他人说话 大殿下 您言重了 本宫也不是既仇不坚的人 之前的事情 是本宫错怪你了 本宫也知道 奖学之职 对于官员来说十分珍贵 我也跟父皇说了 你可以随时回来继续奖学 大殿下 您 本宫怎么了 大殿下 带人赤诚 是下官的荣幸 也是 天下的福祉 这就是你疏远我的原因 不知 定王殿下找下官 所为何事 算了 改日再也 我说 他夸我呀 就是慕如华 他说我带人赤诚 你何时带人不赤诚吗 还是皇叔说得对 慕卓华此人 可堪大用 他真懂我 他真懂我 我不是流于那种 表里不一的人 此次北梁和谈 他也算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所以我也跟父皇说了 慕卓华讲学之事 也必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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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仅� 啊